嗨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晚上的地獄集 這個如遊戲的人生經過地獄集的關卡資訊 那他的這個成就的部分呢 感覺是做給這個南南 泉水、全人 不是泉水、全人 是泉水、頭長、頭尾都是人 然後隊伍中有三個以上屬性的成員 反正就是三屬成就跟 這個隊長戰友人 還有泉水這樣子 那這關卡我是覺得好像有點難度啊 好第一關的話呢他是把水屬技能恢復齁 所以有一點做球給水隊這樣子齁 然後第一關的話進場CD2 然後固定CD1 然後打50萬 所以呢這邊是沒辦法磨的齁 頂多讓你洗一回合啦 然後就一定要帶走了 不過血量非常少齁 只有100滴而已 所以這個應該算還OK 那再來藍的是後面齁 第二關的地方齁 CD1然後打3萬1 這個地方的話齁 如果你血夠的話是可以在這邊洗技能的啦 或者是你回復能力夠強的話 齁那他這邊是不能手銷木珠 然後又用紅綠燈 然後用木珠起手 那像項羽的話呢 在這邊的話 紅綠燈就沒辦法 嚕光珠回血齁 所以這邊的話項羽可能比較難洗齁 那再來這關卡最難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第二關的第二條血 齁很快就到了 這個CD1 然後重點他是隱藏微塵 然後光珠進銷 然後又20COMBO盾 不過他進場首攻 首次攻擊會變CD2這樣子 而且血量 接近5億齁齁 4億6千萬 蠻高的 然後攻擊一打2萬8 他這個20COMBO盾呢 不確定他會不會追擊齁 如果不追擊的話就簡單 如果會追擊的話 就一定要一波帶走齁 非常的麻煩 好光珠進銷 通常這種的話應該是在怪物身上的技能齁齁 這個好像消除是消不掉的 所以這邊大家 就是可以開始想一下要怎麼打這個 20COMBO盾齁齁 而且重點是他的血量還非常的高這樣子 好所以前面的話呢 就是要在2-2之前習出技能 好再來呢我們看這個第三關齁 第三關的話是1億3千萬 那攻擊力的話是2萬9 那這個就比較簡單了齁 就比較一般啦 就不能首效暗珠 然後他會墊暗珠 這邊其實一個炸板就解決了齁 接下來呢 第四關的兩條血 第一條血也是我們常常看到的齁 強化武鼠追擊盾 這個也算簡單啦 那木鼠減攻90%齁 就是 木的傷害打他 傷害會降到剩下10%而已 其他屬性的話呢 只要消武鼠強化就沒有影響齁 特別是像 南娜這種隊伍呢 他內剑破這個武鼠盾齁齁 所以你知道消到水強化的話 然後消到L型就可以 這個破這個武鼠 另外呢無視減傷 他打這個9萬5 所以應該大部分的隊伍都很難跟他對魔 然後他不能手消火 不然他要反擊100%兩次 他本來就已經打9萬5已經很痛了 在反擊100%兩次的話 這個傷害打下去接近30萬 所以不可能跟他對魔 一定要一波帶走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帶一個牌珠卡 去破這個4-2 那如果說你不是水隊啊之類的 或者是新沒有兼具攻擊珠的可能 還要再帶額外再帶一張兼具的卡片 不然的話可能 這個6億多的血量可能打不死 那再來第五關呢 是這個也蠻常看到的啦 命選一線 紅綠燈然後黑白符石這個 那攻擊力的話是接近3萬 而且他回復力還會減到剩下10% 把你的回復力降90% 減到剩下10%這樣子 所以你要在這邊就跟他磨 開密爾啊或者是帶什麼馬修這種的 回復加回復的這個卡片都可以 或者是你本身隊員的回復力就夠高 這種的 那紅綠燈這個 向羽就很難跟他對魔 這個就蠻麻煩的 或者是帶一些 可以直接把血回滿的卡片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要撐個 這邊也不用撐啦 他不是什麼自殘 或者是什麼 什麼趴速盾 他就是 命選一線紅綠燈 黑白符石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呢 也是可以直接一波帶走啦 那再來的話呢 第六關 第五關他這樣子就是不給你磨啦 那第六關雙血 第一個是這個四重骷髏地形 充能盾 越扣越強25% 那越扣越強這個還好啦 那主要就是四重骷髏地形這個東西 那血量的話3億這個也還好 我們看一下骷髏地形是啥 這官方 這有講齁 移動符石時碰到這個骷髏地形的時候 可以幫他充能 那就是齁 他可能就會 旁邊上會有四個骷髏 然後你就是碰到 都只能碰一次 你不能再碰到 那四顆都要碰到 才可以發動攻擊 算是一種新的盾啦 蠻有創意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難度啦 那再來的話是第六 第六之二齁 六之二的話 它是七億八千萬的血量 那CDE然後隱藏鬼機 越戰越強 這個也還好啦 永久消光 弱攻99% 這個東西 就是你 不能消光 這個的話 應該是天降也算齁 所以就不能消光 看能不能帶個什麼絲卡之類的齁 把光珠弄掉 不然消到光的話 就剩下1%的攻擊力 不過它是越戰越強啦 它是從 這個2萬傷害開始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還算可以啦 也沒有太難啦 那這邊來源的話呢 是這個官方的Disco 那我覺得最難的地方 大概就2-2吧 2-2 或者是 這個15-15噸這邊啦 其他的東西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太難 好 那我們晚上9點半就會開台 來跟大家一起打地獄警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而且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